我的朋友认为,古代社会体制落后,充满剥削和压迫,人民的生活痛苦,而且不自由。 并说,中庸思想只是同治者用来压迫人民的工具,请问应该如何导致此类错误的观念? 我想不需要去导致。 问题在哪里呢? 你没有认真去研究古,认真研究说话就不会了。 如果道听途说产生误会的就很多,这个误会有可以解释,有不需要解释。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认真努力去做。 那么现在你看看中国历史,中国五千年历史,确实社会是长治久安。 你看现在的社会怎么样,现在社会乱成一团了,会不会好呢?很难说。 那么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预言家预测,这个地球要走向末日。 时间呢,很多人讲的是2012年,2012年,距离我们现在是四年。 巴西的预言家,说到最后的一年,是2043年,距离我们现在是三十多年。 到那个时候,全世界的人口只剩下百分之二十。 也就是全世界的人口,大概像现在中国这么多人口。 也就是十个人当中有八个都不在了。 这个事实确实是非常可怕。 所以不要谈古代这些社会了。 现在拯救现前的社会重要。 他既然否定古时候,这个是传统啊,希望他提出新的办法,来救国家,救世界。 这真是我们迫切祈求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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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